數天前,在美國德州有個回教組織開了一個會 主要是說如何和平回教徒爭取美國人了解他們的回教和平 在外面有一大群基督徒一直在抗議 說回教徒應該轉信耶穌 當然這兩群人都是為了一些主義之類 他們看不到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或任何宗教 他們所說的神或先知根本是完全不存在 等於我告訴大家我不信有神 你們都會說我看不到為何會有神 很多人都會說我看不到為何會有神 所以這個ideology要解決問題 我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家一定要有共同的標準 即是說如果大家沒有辦法立到一個共同的標準 來衡量證據的話 我們根本是沒有可能覺得不存在 那麼 衡量證據 有很多人說神要靠感覺的感覺 你要有一個Experience God 要有對神的經驗 我經常想問這些朋友 如果你們覺得你曾經有一個所謂Experience God 那你可不可以比較詳細地說給我知 甚麼叫做Experience God 怎樣才可以Experience God 是我睡覺時突然靈光一閃 或是甚麼 我完全未能Experience God 而為何你的God不讓我Experience一下 我不知不知道 當然 一個很簡單的解釋 大部份的教徒都說 God is mysterious God是很神秘的 祂做事不跟別人想的 如果祂做事不跟別人想 那為何要給我們一個思想呢 當我們有一個思想想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我們想法 用我們的邏輯 用我們對事物 那個觀察 來去了解這個世界 當我們觀察這個世界之下 在這麼多觀察之中 拿到結論出來 這個結論寫成一個 數學公式也好 或者理論也好 當然我讀物理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 我們觀察到自然界的現象 寫成一個數學公式 而這條數學公式 我們用一次 對 用一百次 對 用一千次 都對 因為我們用了 這麼多千萬次之後 我們對這些公式 很有信心 認為它是對的了 而在用這個同樣方法 找到其他所謂的理論 很多信息 像是科學公式 不可以信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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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信 而 我 不明白 為何 我用同一個方法 找到 在 例如 其他現象 例如 牛頓力學 它不會倒塌 除非有地震 或是 不會倒塌 這就是 我們讀科學的人 可以很肯定 告訴你 如果我們科學做出來 有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 我們拿出來用的時候 在 整個公式的條件之下 我們是肯定它對的 等於 我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宇宙是 137億年前開始的 這個數字 將來可能會改 但可相信 只能改 137 後面的 點 那些 會改 前面的 137 很難 很難 改 因為 太多證據 已經證明了 同一理由 好像 我上次 說 有兩個人 敲 我們 向我推銷 耶穌 他們 說 第一次 說 老實說 他這樣敲門 叫我解釋給他們聽 這個宇宙是怎樣形成的 老實說 我問了他們 他們是中學生背經 中學生背經 你沒有讀過文理 沒有 我不可能 將整個大學課程 的宇宙論 在三四十分鐘之內 將它解明給你看 這是不可能的事 同樣地 我想解釋 那個 進化論 亦都不可能 在三四十分鐘 解釋給他 而他也沒有這個 耐性 這就是個分別 我們做科學的人 是花了很長時間 去了解科學之後 看了所有的證據之後 才得到結論 所以有些 順中的是挑戰相對論 挑戰進化論 挑戰宇宙論 我只可以說 我只可以說 你們根本是不願意學習 現在我講課題出來 我是很願意學 你告訴我 如何可以experience God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你不要告訴我 我只要去發夢 不要告訴我 我打開心就可以了 我現在是打開心 我現在是願意去接受 但我不是無條件地 扔掉我的思想能力去接受 我要接受 你要有一個 convincing的理由 convincing的 evidence 給我 convincing的證據給我 你純粹說 你信耶穌就可以了 對不起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這件事 所以回到這個話題 就是 現在有兩邊 一邊是 認為 因為無開密德 是最後一個天資 他們信這件事 你想改他們 難 另一邊人 他們信耶穌 就是上帝的化身 叫他們改 難 老老實實 如果神是人 那樣 他一定做不到 這個宇宙 因為這個宇宙 實際 太大 神是我們 是我們 因為 我們的 心 以為 那個神是我們 是我們 自我中心 所以 如果你可以告訴我 怎麼可以 Experience God 或者什麼 叫做 Experience God 請留意 我很想 真的 瞭解一下 你們的 brain the works 如何工作 所以 請留言 拜拜